字幕志愿者 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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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果長的是這個樣子 它從它這邊有一個花苞 這個白色的是它的花苞 然後慢慢的它經過 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會慢慢的轉換 從綠色的小果 然後再轉換成成熟的果實 這裡面只要是紅色的 都是成熟的果實 都可以隨手栽來吃 因為這是有機栽種 只要把它灰塵擦掉 就可以直接入口了 鮮紅飽滿的果實 薄薄的皮咬一下後 溢出酸甜的果汁 神秘果許多人只聽過它的名字 但是它能夠改變味覺的特性 去美名全球 而台灣也有人正致力於 栽種研發這種神秘的果實 要讓大家都能 一探神秘果的奇妙之處 剛開始的時候是種植蘭花葉 然後呢 因為在國外參展的時候 就遇上了神秘果把它引進 慢慢地以蘭花的高規格技術栽培的方式 來培育我們的神秘果 那經過這個多次失敗以後呢 就蓄益成功 這裡面你看到這樣子 它已經是滿20年了 這已經是成林樹是20年的樹 所以它長得很慢 它是屬於一個灌木 我們在種植這個區塊裡面 因為它的原生種是在 加納鋼果那一帶西非 那它是生長在 叢林樹蔭底下沼澤地區 所以我們為了要塑造 跟那邊的環境類似的話 那我們就是用搭網的方式 來當作它的樹液 然後樹底下呢 我們就盡量維持微酸性土壤 大概PH值是在6.5到7.2之間的土壤 來讓它慢慢地培育 對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 自體免疫症候群的患者 那我們就是因為常年吃西藥的關係 我們的聖功能也不是那麼樣的好 那當然我們在做這邊的時候 一開始當然是普通的栽種 接下來我們就是採用無毒方案 那無毒方案呢 然後再轉變成有機栽種方式 好不容易克服了栽種上的難題 林總經理卻又面對到 鮮果難以保存的挑戰 他發揮了自己應用化學系的專長 開始研發各種可以保留 神秘果特性的副產品 希望能讓更多人受賄 也讓世界開始注意到 台灣農業改良的實力 因為神秘果裡面 它主要含有一個糖蛋白 這個成分 那它這個成分呢就很特殊 它可以遮蓋住我們的酸性味蕾 然後激發我們甜味神經 所以說你經過越酸的水果 火酸 那它激發我們甜味的神經 就越強烈 比方說你可以吃到甜的感覺 我覺得又沒有吃到糖 一入口的時候有點像蔓越莓 然後它有點那種酸酸又甜甜的 但是是第一顆吃 但是剛剛又抓了第二顆的時候 它第二顆轉變成是像更甜 然後變成是像有一點像芒果的甜 因為我本身超級怕酸 對所以我是不太願意喝檸檬汁 那喝了第一口 對我的表情就是真的是受不了 對但是我吃完神秘果的時候 它那個東西對我來講 就跟果汁一樣 因為像我自己以前小時候就很愛吃甜 就是有時候糖吃多了其實都不太好 所以說我可以藉由神秘果的話 然後讓自己就是攝取的糖 開始一天一天慢慢的減少 我們是跟新竹食品工業研究所 我們共同的研發 那時候根本沒有想到說果實並不好保存 因為我們採收下來 它的一些活性成分 大概在兩三天內就分解掉了 所以我就把它果肉分離之後 直接萃取 做成一個濃縮果定 攜帶方便 也容易 比較容易做出口 我覺得神秘果對我來說 對我的健康上的幫助是很大的 也就是因為基於這一點裡面 讓我很堅持的把它不惜的附在雷雷 都要把它堅持的做下去